今天咱们就着昨天那集继续往下说 这清朝末年碰到的三大危机 粮食危机 金融危机 和难民危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袁世凯又是如何在发生了各方面危机之下 与清朝政府谈判 最后逼迫清平 在1912年和平退位的呢 话不多说 让我们立刻展开历史的帷幕吧 咱们都知道呀 这爆发粮食危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天灾 上天不给你饭吃 在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的前面两年 一直都在下大雨 当时的湖北湖南阴水沉灾 可以说这一场大雨压垮了这一个朝代 阴雨沉灾之后呢 粮食就没办法分收 大米的价格急剧的攀升 长江流域就出现了多达400万以上的鸡民 这些鸡民啊 就变成了后面的难民 如果仅仅长江流域有问题 黄河 珠江 黑龙江流域保证安全的话 其实 大清皇朝仍然可以固若金汤 可是 老天爷 偏偏偏就要跟你爱心觉罗氏作对 1911年的夏天 南京城啊 可以划船 武汉城啊 也可以划船 同时 山东巡抚告绩 山东也缺粮 甚至连东三省也因与成灾 与米之乡 将至二省 此时也出现了粮食危机 大面积的饥荒 是导致清朝完蛋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时啊 反对辛亥革命的保守者顾鸿明 曾写信给上海的一个英文报纸 说一定要镇压这场革命 辛亥革命的起点就在武昌 所以啊 就是说要镇压武昌起义 为什么呢 他在文中写道 因为武昌起义参与的人 受过教育比较文明 杀人都有所节制 但是 长江流域几百万的鸡民 如果也革命 最后一定会演变成暴动 就连这孤红明都已经洞察到饥荒 对于大清朝赤裸裸最根本的威胁了 还有一点啊 就连这龙域太后啊 当时财政部一点钱都没有的时候 他至少自己有三次 把私放钱拿出来给这个江苏 四川和湖北去镇灾 大家想想 他怎么会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呢 他怎么会去镇灾呢 说明 他不但要压制革命 更要镇灾 因为鸡民 才是对他政权最大的威胁 讲到这里 不禁想到今天的香港 不就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吗 不就是再一次的辛亥革命吗 有文化 有知识 有素养的香港人 用和平的抗议游行的方式 争取他们的合法权利 遭来的就是中共无情的镇压 和当时的清朝一样 他们镇压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知道香港的这自由之火 文明之火 一旦消灭下去 就不会传导给国内 而国内的这些鸡民 恶着的老百姓 没有钱的老百姓 被你P2P 被你瓜分了一切的老百姓们 如果一旦奋起反抗 就会演变成全国各个地方的暴动 而这正在中国蠢蠢欲动即将发生 这就是历史带给我们的最好的启发 这是上天赋予我们的责任 也是上天赐予我们灭共的最好时机 刚才说到的粮食危机 紧随其后的就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讲到金融危机就不得不说一下 当时各国列强 在中国的哪几个地方设的租借最多 首当其冲的是天津 最多的时候有9个国家在天津设有租借 其次就是上海 上海是最重要的英 法 美 这三个最强的国家 在上海设有了租借 这租借的设例 就是因为外国人还是要跟中国人做生意 要通商 他要赚钱 因为当时的清政府是没有诚信的 所以外国人害怕他恐惧 他害怕他的经济力得不到保证 如果说讲诚信的话 就不会有亚片战争来打开你的国门 来跟你通商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就在主要的经济要赛的地方 经济要赛在当时就必须要满足 是一个非常好的通商的口岸 所以天津和上海 都是满足地理位置的优势的 然后他们设立的租借 基本上都是一个国中国的概念 在租借里面 都有自己独立完善的行政和司法体系 而且不受清政府的管辖 所以当时上海和天津 又满足了通商口岸 因为他们都是港口 这个地理位置非常优势 便成为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全国范围的金融危机 也是从这两个城市开始传导出去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 就是当时上海的一个橡胶股票的炒作风潮 因为20世纪初的时候 汽车的兴起 就导致橡胶成为了工不应求的畅销品 因此全球范围内 这个橡胶的价格都是水涨船高 进行了风涨 这个风涨潮也传导到了中国 在中国的投机商人 就开始国内外的各种各样的人 就开始在上海建立橡胶公司 然后炒作橡胶股票 就是60两面值的橡胶公司的股票 抬升至1000两 2000两 可以说是轻松的翻了10倍20倍 高额的利润的诱惑 就导致很多人都参与到这场游戏当中 钱庄票号也参与了其中 由于这个橡胶价格炒的离谱呢 美国当时包括其他的一些国家 就下令限制橡胶使用了 导致橡胶股票的泡沫破裂 国际橡胶价格开始暴跌 所以在1910年的时候呢 先是三家钱庄倒闭 引发了上海金融院的倒闭风潮 而到了1910年的10月份 当时上海的一个原封润银号 及他的其他城市的分号 分别的倒闭 亏损了 达2000万两的这个时候呢 金融危机就开始迅速的传播到了 全国的各个重要的商部 大批的钱庄相继破产倒闭 而后就导致了 由于这场分潮当中有川汉铁路公司 他当时的股票也是亏损的 他的股款一共亏损了350万两白银 川汉公司的这个铁路 是由老百姓自己集资建的 那么当时被亏空了350万两白银之后 盛薛桓担任邮船部上述之后 竟然要求铁路收归国有 而且拒绝赔偿这个铁路 被亏的350万两银子 包括老百姓集资的这个股款 也要全部夺走 所以四川人民不同意 最后掀起了保禄运动 四川大乱之后 武昌不是空虚吗 因为湖北的新军掉入了四川要镇压吗 武昌空虚就发动了武昌起义 最后大清朝就徒本瓦解了 说到这里 小五就不得不想起七哥在视频里说那个段子 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这当时10月11日 武昌兵变的消息已经传到北京了 当时这北京城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 这些清朝的贪官污吏 你们根本没想到这清朝没过几十天就要徒步瓦解了 他们当时连开会都没开会 突然的临时决定派尹昌去镇压 尹昌是德国学国军事 但是他拿手的就是唱戏跳舞这些 所以他根本不敢去打 他就准备拖三天 然后到10月15号 他登上火车的时候 就碰到了刚才说的盛宣淮 这个盛宣淮呢 他其实担任的那个叫铁道部长的这个角色啊 就告诉他们打武汉的时候啊 不要把汉阳铁厂给打废了 因为如果在战争当中呢 还能保全这个铁厂的话呢 可以奖励十万大阳 当时啊 盛宣淮对着火车窗户跟尹昌说 尹大人我跟你交代这个事儿 别忘了 这尹昌说啊 盛大人你放心 只管把大阳准备好就行 没想到呀 这句话被外国记者听见了 就写文章呢 就说是朝廷派兵南下的时候 这军饷都没准备好 这第二天啊 日本的顺天时报 英国的泰晤时报都发布了这次消息 这消息一登出来 老百姓都以为这清朝是完全没钱了 完蛋了 自己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了 所以啊 就发生了挤兑事件 从北京传导到上海 没几天的功夫啊 大银行全部关门歇业 因为现金告急 都得暂停营业了 全国大大小小城市啊 都不断的陆续的爆发 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那发生了金融危机了 大家就得跑路啊 所以啊 这北京人呢 就往天津租借里去跑 而天津租借里就全是人 天津租借里面住不下了呢 大家就往上海跑 所以上海租借里也就全是人 全国各地的人啊 都跑到上海来了 所以物价贵的不得了 米也贵的不得了 而当上海天津这两个最重要的 租借人满为患呢 就进一步又加剧了 这些地方的金融危机 导致最后中国 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逃难难民潮 所以最后啊 咱们就要讲一讲 这清朝政府没钱 钱去哪了呢 钱呀 都进了袁世凯的口袋 这里就有一个 使这个小的边角料啊 给大家说一说 说这个袁世凯非常狡猾 他呀 每一次都是跑到 龙玉太后那儿 逼迫他去把四方钱吐出来 最多的时候呀 龙玉太后吐出了 八万两黄金啊 这脚下的袁世凯呢 拿到了这巨款之后啊 跟他说 我没钱 你这么一点钱 我这么多人 每人发一点 一天就没了 所以七哥也说了 这为什么袁世凯 始终不肯出兵打仗 为什么最后清朝呢 的确是没有 以流血成河的方式告终啊 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只是在一些局部的地方呢 进行了革命 就是因为啊 袁世凯从头到尾 只想要钱 没想动真格的 这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因为从来没有过一个时代 是用这样妥协的方式去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的 更别说改朝换代这样重大的一个社会的变动了 三方的被动 袁世凯方 清廷方 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这一方 大家都是被动的最后导致了三方的一个妥协 让大清朝能够和平的落幕 而接受了未来的共和的新制度 那中国呢 咱们现在的中国呢 下一步究竟是何去何从呢 从历史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 看到一些线索 嗅到一丝气味 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 属于我们的袁世凯又在哪呢 今天的中共 是不是像当时的清政府一样 已经没钱了呢 上一次贸易谈判的时候 所抛出的500亿美元买农产品 或许不是仅仅因为想抵赖 更重要的是根本没钱买呢 谁会是中国今天的袁世凯呢 谁是被中央派去镇压香港的呢 何曾不就是当时的清廷派去镇压武昌的呢 这不就是历史的再一次重演吗 亲爱的战友们 让我们抓住历史赋予我们最好的一次时机 中国人民不能再等一百年 民主法治自由的中国 马上就要实现了 你做好准备了吗 这就是今天的小武说 Fragit Talks 明天见